由于最近比较多这些受购和平的消息 这些国内的银行股进行的股价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 我相信短期来说 由于他们之前的胜负是比较多一些 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回套 但是看往下走的话 我相信幅度也不会太大 往后来看 我相信下半年股价的表现会有一定的比较理想的走势 如果是下半年我们预计 就是国内银行的盈利的状况会比下半年好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股价在限水平也会有一定的上降的空间 如果是说健康的话 我相信下半年会有机会挑战7块钱的水平 公行的话会有机会挑战6块半的水平 如果是交通银行的话会有机会上涨到9块半的水平 如果是在一些地位 特别是近期有一些逃整的话 可以是一个蛮错的机会去买进这些股份的